大家好,今天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说明你真的非常幸运 花三分钟把它看完 你将会受益终身 现在腿痛、膝盖痛、关节痛的人特别多 而且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治好它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事 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这是一位50多岁的大姐 她姓赵 她是膝盖痛、腿痛 有时候脚底脚后跟也疼 已经困扰了十多年了 经常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药也吃了、膏药也添了 针灸、腿打都做了 这腿就是不见好转 那么后来一次偶然机会 她学会了一套无负重训练法 通过半年的实验有了效果 现在也能下蹲了 上下楼梯也不用扶栏杆了 自己也能出去买菜了 都很轻松 可以说一分钱没有花 困扰十几年的腿痛就这么好 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想把它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都能够受益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点一个免费赞 然后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你现在学不会 一会儿滑走了 就再也找不到 好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 下面直接交给大家 整套方法一共五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叫做按摩膝部 首先大家跟着我 咱们伸出双手 然后掌心相对 咱们对搓 把掌心一定要搓热 搓热以后 咱们一只手放到膝盖的上侧 一只手放到膝盖的下侧 就是膝窝的位置 然后咱们进行搓动 这里有一个重点 上侧的手 咱们垂直去搓动 下侧的手 咱们横下去搓动 两侧手 我们都要搓动50次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动作 它可以使膝盖周围 皮肤的温度升高 局部的血液循环改善 同时还可以刺激到 咱们膝关节周围的很多的血位 大家知道 我们周围有非常多的血位 有血海穴 凉秋穴 还有内外吸眼 以及非常重要的尾中穴 从而起到疏通经过的作用 紧接着咱们去做第二个动作 叫做牵伸膝部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离肝见影 怎么去做呢 很简单 首先咱们坐在垫子上 或者是床上 然后找一个小的东西 咱们把脚后跟搭在上面 让我们的膝盖微微的腾空 然后在膝盖的上方 放置一个适量的重部 我都是用这个盐带给大家圈出来 靠这个盐带的重量 缓慢的压在膝盖上 靠盐带的重力 缓缓的下压膝关节 直到膝关节伸直 那么为什么让大家去用盐带呢 因为在我们用盐带的时候 同时它才可以加热 我们提前把盐带放到微波炉里 加热三分钟 这样温热膝盖和重量就都有了 这样压上20秒到1分钟 然后我们再放松20秒 我们重复做三到五次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重点 做的时候我们双手可以撑到身体的后侧 同时上半身不要弯腰 一定要挺直 小腹微收 我们做自然的呼吸就可以了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 或者是膝盖疼的人 他们经常一打弯 这个膝盖就会疼痛 或者是膝关节炎 这样时间久了以后 就容易导致膝关节的伸直 或者弯曲的竖线 从而影响到正常的行走 那么通过我们对膝部的热肤 以及重力的缓压 就能够很好地去改善 咱们膝关节的功能 所以说这个动作 咱们没事的时候 一定要在家里经常去做一做 那么第三个动作 叫做肌力训练法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 练习我们膝盖周围肌肉的方法 怎么去做呢 这个动作也被称为崩大腿 非常的简单 同样我们先坐在垫子上 然后双腿伸直 上半身一定要挺直 双手撑到身体的后侧 然后咱们绷紧大腿上侧的肌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大腿上侧的股丝头肌 已经开始发力了 在绷紧的同时 这里有一个重点 咱们要找到膝盖向下压 床面的感觉 保持10秒钟 好 然后放松 好 再来 发力 为什么让大家多做这个动作呢 因为这个动作 它非常适合关节疼痛 或者是关节炎的早期 以及很多人 它膝盖都做过手术 以及它的后期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呢 来消除它的肿脏 以及防止咱们肌肉的萎缩 好了 那么下面呢 这是一个养过位的方法 怎么去做呢 咱们躺下来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腿啊抬高 抬到大概 20厘米到40厘米的位置 根据自身的情况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脚尖向前去绷紧 同时呢 你会感觉到 我们大腿这个肌肉会在发力 保持一直保持 保持到什么时候呢 保持到你的大腿 感觉瑟瑟发抖 感觉发酸了 我们再把它放下来 好 还原 然后另一侧 因为时间的问题 咱们把后边的两个 改站腿痛膝盖痛的方法 放到明天的视频 和大家讲解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明天呢 继续跟着我去练习 明天的视频 明天的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